笑笑好 黄金原油 现在这么紧张的一个情况 还做黄金原油 澳美 等一下老师看看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当场构图 就是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恩慈 然后我是代表IC来 每个星期二周二 会在这里做网络讲座 然后老师是新加坡人 所以中文可能没有这么顺畅 如果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进行提问 然后我会尽量 就是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交易组合 或者交易货币对 或者是商品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在最后的时候 老师可以进行一个现场分析 然后是按照顺序来的 所以大家想看什么 就是先来先 先到先分析 对吧 然后今天我们是继续 我们的爱洛特波浪系列 然后这是其实是个 蛮复杂的一个交易手法 然后我认识的人里面 交易者里面 也不是很多人 就是运用这个手法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稍微懂一点 这个的 这个相关的理论 然后 如果适合你分析 大环境的趋势 或者是适应 就是跟你自己的交易手法 有一些符合的话 可以就是运用 爱洛特这个波浪系列 来确认你的交易手法 提高一些概率 然后大家交易的时候 如果有高概率组合的话 就比较自信一点 然后也不会 也不会就是比较迷茫的 进行交易 所以这就是第二系列 然后我们 我们的网络讲义 不会被视为投资建议 就是您在自己 这段时期波动 受国际情形影响 不大建议操作 关联性太大的货币 首先就是交易 我们技术 技术分析 和基本层面分析 其实是两个很大的派系 基本层一 基本分析是 大概是大机构 就是如果是长期交易 做长线的话 做基本分析会比较靠谱一点 如果你是做短线 或者超短线的话 其实做技术分析 会比较靠谱 但是也是要看 当天有没有相关性的一些 发出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CPI 我们看群里有提出CPI 还有一些非农 这些一些很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 会影响我们交易的一些货币 对 像美元和黄金 就是如果是新手的话 就不太建议说 可以在这段时间 进行金或者石油的一些交易 因为这段时间会很大受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的影响 还有就是通货膨胀率 如果你的交易 你的交易基础不是很强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分析吧 我会觉得是 而且大家做交易都是要 做高概率的交易嘛 如果是跟基础 基本层面分析有起冲突的话 然后再进行交易的话 那个概率性就会低很多 所以我的建议是 这么多货币队 为什么不分析一下 比较稳的一些货币队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有些人就是 因为做黄金做久了 或者做美元 做很多不一样的商品 比较熟悉 那如果是比较熟悉的货币 或者商品的话 也可以考虑做吧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在这段时间 参考一下大环境的趋势 再做一些相关的交易 但是等一下老师可以 现场分析一下黄金和原油 所以这个是一个声明 大家做货币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做一些相关的调查 然后也参考自己能承受的一些止损 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不代表任何 这不反映IC任何的观点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教育性的 一个网络讲义 然后大家如果分析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意见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微信 微信 那个微信号 大家如果 我们会适时在上面上 发一些相关的消息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这个是网站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回放 或者想要 就是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 也可以从这个下面 右下角的这个网址上面找到 然后讲座会进行弊卖形式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提问 所以上星期我们是做了一个前半段 Elliott Wave的前半段 也就是上升区的一个波动 然后现在我们会做调整波的一些介绍 然后调整波主要分为 大概率是ABC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ABCDE的形式 进行的波动的一个structure 就是一个组合这样子 然后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波浪变化的 的形状 性质 来给大家分析说 如果你是用Elliott Wave来进行交易的话 在下半段 就是下调的这个波动时候 怎么找一些相关的形状 来做一些交易 当然上周我也提过说 做Elliott Wave的时候 上升期的其实是比较靠谱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 有一个比较用费波拿奇指数 来量的一个形式 来做交易 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 找价位的时候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在调整波的时候ABC 什么样的形式都会出现 所以相比来讲 在调整波会比较难进行一些相对的策略 但是我会提供一些交易的一些 市场的structure的构建 然后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来做一些策略 然后第三我们会用用波浪变化分行性质 进行给大家提供一些例子 说交易策略会怎么进行 然后现场演示来找一些交易点 然后第五是我们会按照 在这个留言区里面说的黄金 原油还有澳美这样进行现场分析 如果有用到这些波浪的这些性质 就可以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波浪 来进行一些分析交易策略 然后我叫恩慈 这个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吧 现在可能没有这么 感觉没有这么小 这是以前的照片啦 然后我是Everance Fortune Group 也就是珠峰集团的市场分析师 我自己也会做一些相关的交易 然后我曾在基金管理和投资组合服务 和家族办公室里面工作 所以然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完成了我的Masters 然后这是欣怡 欣怡是毕业于伦敦大学 欣怡在放长假 所以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夏琪 一起在做一些演讲 然后这是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进行到我们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调整波介绍 我们回顾一下上次讲的 所以埃勒特波浪 其实分为两个不一样的形式 第一个是推进阶段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二三四五 然后上周如果有在听课的一些同学 应该看到我用菲波拿奇 怎么量相关的一些 怎么找到一到二 然后三到四 然后怎么做一些相关的交易手法 然后要值得一提的是 四和这个四的回撤这边 不会低于这个一的这个高点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我们的推进阶段 推进波这个这个形式 今天我们主要要讲解的是修正阶段 也就是corrective wave这边 然后也就是ABC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ABCDE 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就是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 然后整体来说 埃勒特波浪大周期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一共会有八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再会重新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埃勒特他的理论是说 所有的市场心理分析学 还有所有的市场的价位波动 都会按照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子的一个波动 来就是一个周期一直都会这样子 当然我们在实战看的时候 他可能是倒过来的 也就是下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他的ABC可能是望上的一个情况 总体来说他会把它分制大致为 一个八阶段的一个波动 然后大家在留言区肯定会老师受累 老师有点生病 最近做交易做的太频繁 有点累 就是上周还蛮不错的 大家如果有做交易的话 盯市场盯的真的是蛮累的 然后就是会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刚刚讲到哪里 对 然后也是有一个下滑趋势 这个可能是倒过来的一个形式 大家如果从理论学来讲说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首先是怎么找到他的起点 和他的伪点这个定义 每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有些人说他之间的那些波动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特别是在小周期的一个图标里面 我们看到他的波动更大 因为震动比较大的情况上 会很难找到他的ABCD 或者他的一二三四五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Electo波浪 他会说市场会一次又一次 重复这种五三的结构 然后一旦周期结束 他会重新开始 但是我们要找到他的开始和他的结束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很多大的机构 他们会在这方面就会起了很多争执 说哪里是在开始 哪里是在结束 但是当大家就是习惯运用这个手法的时候 其实有很厉害 就是很厉害的交易 交就是traders 他们用Electo波浪 其实进行了很多很完美的一些交易 所以大家可以 也可以自己稍微去了解一下吧 对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找的 其实是调整波会 就是ABC那个发生的一些情况 然后从中找到一些交易手法 所以与刚刚讲的12345前面那一半段 修正浪通常由三浪结构组成 然后最常见的结构是两个较小的驱动浪之间出现一个比较小的修正浪 通常这三浪通称为ABC OK 然后相较为驱动浪或者是推进浪 这个名字它在不同的网站上有不一样的说法 由于修正浪与主动驱留相反移动 因此驱向渐减弱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上升 比如说它整体的那个趋势是往上的时候 这个修正浪其实是逆行而去 所以它通常只会回撤到它大概38.2 或者是一半的这个形式 就是我们通常懂的是61.8或者50或者38.2 但是它很少会到百分之百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形式 最多我们看到61.8 也就是它第一个回撤浪 就是第二就是第二个第二浪 也就是第一次回撤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它会到61.8 然后第二次回撤的时候到38.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逆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形式 所以这种反向趋势对抗会让修正浪更难以识别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它只是一个在第一形式的一个回撤 还是说它是一个修正浪 其实这是比较难区分的一个情况 就算常常常用这个Eliot wave来进行交易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会有起一些争执说这是一个调整波一个修正波 还是一个我们回撤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大家需要注意 然后波浪分变化分形性质 所以大家虽然比较难辨别说它只是一个回撤还是一个修正波 但是大家可以从修正波 大家会知道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做过那个图形表的一个课程 就是以前没有老师没有在的时候 有没有做图形表的一个课程 老师记得的时候我是没有做过相关的那个课程 但是修正波其实很容易就是可以找到一些图表一些形状 就是图表形状 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很眼熟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老师写一下这个是不是很像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价格图表的一个形状 这是一个头肩顶对吗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一个等一下 这样子 然后当不对 画的有点错 这个橡皮擦 对紧 就是 如果在这边看到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条线的话 这是一条直线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这个叫 头肩顶对吗 然后大家这个是最著名的也是一个高概率趋势回调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调整波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性质 大家会看到其实很多交易手法都是性质比较相同 特别是像如果是有运用到费波拿奇的一个交易手法的话 其实大概率大致都会有一些相连性 所以这个调整波在矫正之行这边就是ABC 最普遍的其实是看 就是12345 然后调整到ABC 这其实是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状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状 大概率它也符合我们的Elliott Weave 也就是这样子123 然后在这边大家其实 如果大家有上次有听老师讲课的话 就是说如果在这边进行的交易 大概率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情况 那头肩底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交易手法是如果它就是跌破了这个上这个曲线 对吧 然后它就是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就是怎么确认这个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形式矫正之自行 来做进行一个趋势的判别 然后进行一个交易 当然这个是不一样的手法 就是当它下滑就是这个币的时候 你已经进行交易了 我们怎么看它这个收益点在哪里呢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说 我只是看它第四波这边来做一个交易 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形状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 不是这边 就是如果它是个头肩顶的话 比如说这边 哦 比如说是一个头肩顶 这边它已经突破了这个上升曲线 我们已经确认说它是个头肩顶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交易点到 它这个第四点这边 这个Elliot Wave的这个第四方回撤的这个地方 当然它可能下跌下滑的情况更 它可能下滑更更长对吗 但是我们保守一点 然后稳一点 做到第四这个level这边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可以进行一个交易 然后在止损点可以放到Elliot Wave的这个 这个是下一堂课我们会看的这个 小的一些波动 在B里面的一个小的波动 这边可以放一个止损点 这边可以放一个买入点 然后这个下滑趋势下滑的很明显 因为这是整体一个Elliot Wave的一个形状 也是我们头肩顶 然后可以这样进行一个交易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说的是不是有一点点 有没有有一点点太快了 还是有一点听不清楚 如果听不清楚可以在里面说一声 然后我可以重新 所以这个Line B其实是矫正的 然后A其实A和C是望上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ABC 就是A和B是动力浪 然后B其实是一个回调的一个浪行 没有人讲话那我就继续了 然后调整波第二种形式其实是平行的 所以平行不管是平行 还是刚才那个矫正形 就是矫正形是会比4 让4会低一点 但是我们的平行会跟4是一样的一个水平线 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双顶 也是我们一个趋势扭转的一个 一个价位构图上面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双顶 一个W的一个形状 这个也是我们很 就是总是关注的一个趋势扭转的一个构图 对吗 所以当这个发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Elliot Wave 大家在纽币对美元的时候应该有看到这个形式 可以做一个相对的交易 从这个币点交易到我们的1点 然后交易从这个第4 从这个波浪4这边 就是从这边B交易到我们波浪4 它可能会跌更低 像我们的前面那个修正型类型 但是如果是交易到第4浪这边 绝对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情况 就不会避免说如果它是在提前交易 就是我们能让我们的利润到最高点 就是到这第4波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就是上面说 该平台也是标准ABC 修正波为335 大家如果找到12345 像上次我提到说 怎么那些费波纳奇数字 找到12345 就是ABE 然后从B到这边 C这边可以做一个相对的一个交易 这也是一种调整波的一个形式 OK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 第三种调整波 其实是三角形形式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三角构图 它就是12345 然后价位会在这个三角形构图里面 在这里就是进行ABCDE 或者会反复这样子 在一个上升曲线和一个下升曲线这样子 反复 其实老师本身在三角形如果是确认的情况下 会进行一个上下 不一样就是买上然后买下这样子 如果它是确认是个三角形的话 以后可以讨论说怎么确认它是三角形 但如果确认它是三角形的情况下 然后可以进行就是说在这个一点 就是123第三点的时候 可以其实进行一个买的一个情况 就是不懂画图分形怎么分 其实像老师讲Elliott Wave 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交易情况 但是现在比较简易化的一些图形里面 像刚刚老师说的有三种吧 一个是头肩顶对吗 然后一个双顶在这边 同样的价位 还有个三角形 其实大家如果不懂那个Elliott Wave 怎么区分 只要区分出这种三的这种构型 就可以找到一个三角形 或者可以找到一个价格在同样的价位这边 或者是一个头肩顶 其实已经符合了Elliott Wave这系列 这个只是告诉你们说 怎么从菲伯拿奇和我们是怎么知道说 在这个构图形 它是一个扭转的一个趋势 怎么来分辨说它是一个 它大概价位会怎么样的走法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区分的话 只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头肩顶 是一个这边其实是一个 头肩顶是这个要触碰到 第四要触碰到这条线了 对吗 然后这个DA这边要触碰到 这就是一个头肩顶 然后知道这个是一个双顶的情况下 对吗 双顶的符合的条件是 如果是这个是在 必须在同一个价位 然后它可能是变成三顶 但是如果是变成第三顶的话 还是在同一个价位的话 它还是一个扭转的一个情况 老师本身自己如果在做交易的时候 看到三顶的话在同一个价位 老师会找相对强硬指数也就是RSI 看有没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就是有没有背离或者是一个往上 就是看下面有没有一个背离的情况 然后来判断说它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Elliott Wave其实就是很多现在看的一些图形 都是从Elliott Wave来导出来的 大家如果不想知道那些复杂的 就记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双顶 还有图肩顶 还有刚刚的三角形 都是从Elliott Wave这边导出来的一个形式 如果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话 只要看到这个有三个符合三点 就是往下滑曲线 而准准有三点触碰 然后往上升曲线的时候 有三点触碰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关注一下 它是是往上突破 还是往下突破 来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交易 这个可以懂吗 然后就是刚刚老师在就是做 帮做调查的时候 就是看图表的时候 就找到一些相关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的美元指数 DXY就是可以找到老师现场给大家示范一下 美元指数 就是 形态可能理解 形态比较容易找 对 Elliott Wave其实比较复杂一点 给大家看怎么找吧 比如说 这个是美元指数 DXY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老师首先关注的是 这个其实有一个背离的几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吗 其实价位是在同位 在天数这个图表里面 价位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阻力线 这个是个三顶了 不是一个双顶 三顶了 对吗 但是可以看到相对强硬指数 这边其实是往下的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四小时周图 可以看到刚刚我在画图的时候 对吗 首先从这边低点这边找一个回撤 老师当然是构图比较多 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61.8 如果有参与上次的上节课的时候 这个是回撤 第一波通常是回撤61.8 第二波通常是回撤我们的38.2 你看在这边大概38.2 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很大概率 是我们第一波和第二波了 所以可以用我们这个trading view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这个不应该用ABC 这个点错 这个是第一波上次老师有让你们截图 第一波通常会回撤到61.8 第二波通常会回撤到38.2这边 第三波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第四点对吗 这个是我们第三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这个是算ABC的话 这个大概率我们这个C它会回撤到我们这个第三点这边 所以从这边这个阻力位当在这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A A B 我们大概率知道说如果它到达 这个是 如果它价位在这边的时候 假设说我们当在量这个时候 知道价位在这边已经触碰到这个第五点 大概率它是不会超过我们这个第五波 如果如果超过的话它就是一个重新来的一个波 所以这个是A B 然后我们DC的这个这个 它的Target它的那个指标 大概率会是在我们这个第三位这边 OK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这边放一个阻力位 做一个止 止损点 对吗 然后可以看到这样子 下位就会触碰到这一点 就可以做一个做空的情况 当然这是纯技术分析啊 如果是用波浪 本身老师不是采取这种形式来分析 但是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就是用Elliott Wave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B到C通常做一个交易 然后E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弹跳的情况 所以这边C到B 然后通常E会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情况 然后大家可以找到一个阻力位 不一定要一定到这个阻力 但是在这边前面 其实就是有已经有一个阻力位在这边 比较复杂一点 大家可以听明白吗 如果不明白 用老师之前教过大家的手法 也可以进行这种交易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小的阻力位吗 大概率如果是大环境情况下 美元是可以跌的话 其实这是个阻力位 可以考虑在小 找到一个如果有备离值的话 也可以就是说做空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美元现在还是一个看涨的情况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做交易时候 还是要参考大环境 就是比较稳 看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交易再进去 不要就是因为觉得说美元会涨 或者黄金一定会跌 黄金一定会涨 石油一定会跌 然后进行交易 当然有很厉害的人 可以就是做这样的交易 但是根据老师经验是 如果是比较 资格做交易的话 还是以稳为主 然后以交易策略 符合大环境 然后符合我们的技术分析为主 所以这是一种交易手法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更加懂 但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用Eliot wave的话 只能从B找到说 比较保险的一个收益位是在C 然后刚好这个C是在我们那个主意位这边 所以如果大家做交易的话 就可以参考这样子 OK 重新 所以还有一种是三角形式 三角形式 之前我在法郎对日元也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所以主要是一个三角形构图 OK 大家如果是在小时看的话 他其实已经突破了 老师准备的时候他还没有突破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他其实是在往三角形趋势的一个情况 他的三角形其实也不是那么完整 有更好的三角形 但是说 如果纯粹按Eliot wave来分析 看这个构图上面 这边 他一二三次 就是如果大家已经过了嘛 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大家如果在B和C这边已经发现 它是往这边 往小的一个情况下 就可以发现一个下滑曲 曲 还有一个上升的一个曲 曲 曲 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虑就是用 啊 B 对吗 C E 在这一点的时候 大概率价格是从这个组一位 也就是这个上升曲线的这个 触碰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考虑做多 然后 如果是比较保险的话 是可以考虑做到这个 我们触碰到这个下滑曲线的这边 就是如果是个三角形的一个形式 当然还可能继续望上 因为这是法郎对眼嘛 第二个收音点 可能是我们第二 就前面触碰的这个高点 也就是这边 然后也 有 小几率是 可能会 到达 抵达这一点的 因为我们的 Elliott Wave 他是说 如果 嗯 在三角形曲织 而且是一个 调整波的情况下 如果他突破这三角形 大概率他是可以到达我们这个 第五波的 所以这就是三种形式不一样的调整 嗯 这个老师只是劝大家 如果是一个 呃 修整形 类型的话 不管是平的 还是是一个 更 更往下扩展平行的话 大家的收音点 都应该在我们第四波这边 来比较保险 然后 等 扭转的时候 才去 再到我们第四波的时候 才去做一个买入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大家是做空的话 可以做到我们第四波这边 如果是做多 可以等他扭转到我们第四波 再做多 到 呃 相对的费波那奇 谢谢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点 觉得有一点 太难了 有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一些 呃 可以 比较简单的一些 如果是构图形啊 还是什么 呃 可以 可以再往后的课程 因为老师在编排这个时候 发现已经 有一点点难 就是比较简单的形式 就直接用三角形 或者是头肩顶来找 为什么要用 那个爱乐测 但是是比较有意思吗 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是对交易有兴趣的 这理论基础是什么 理论基础就是这个啊 嗯 理论基础就是呃 爱乐测他的基础就是市场永远都是呃 推进都是三五个浪 然后修整阶段永远都是三浪 这个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交易手法 但是是一个是好好好 现在9还有20分钟 老师做现场分析好吧 不一定用爱乐测 因为老师本身也不是很喜欢这个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有兴趣 然后可以稍微讲一下爱乐测 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这堂课一定要结合上一堂课一起听啊 因为上堂课讲的是推进阶段 推进阶段分析的是怎么找呃 一到二三二三到四 如果没有听上一堂课的话 这个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嗯 这个呃 爱乐测 据我的了解其实是 就是比较难确定啊 他的这个缺点就是很明显 他的每个人对一二三四五和ABC都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就是很多人都有区别 但是可以大致性如果是用推理方式的话 呃我回顾一下上次啊 A到二一到二他的回撤是61.8 三到四回撤是38.2 而且四不会呃 四不会低于这个A的最高点 不可能低于如果是低于的话 这个就不是推进线了 然后ABC就是以呃我们的图形来做一些分析 就是ABC他的修正阶段是用图形 A呃一二三四五大概率是用呃就是那个费波拿奇来量 他的那个收益和取舍点 有回放啊可以去IC网站去看 对对对我们的群里也会有发 就是说怎么去做 大概率是这样子啊 所以一二三四五是讲费波拿奇 然后ABC是看趋势 也就是我们很著名的头肩顶啊 头肩底和头肩顶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双顶M形状 对然后也是我们的修正调整波 这个也是就是调整调整波大概率是以形状的一些 我们做现场分析吧 这个如果是太困难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嗯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黄金啊 黄金其实也是在三角形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这样 黄金有个下滑曲线 这边 然后有个上升曲线 如果我们按照Aler's Wave的那个分析 他如果触碰三次的话 第三次应该就是看涨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是理论学啊 我们呃就是说等他触碰三次 其实他我们可以找一个买入点 大概率是会在这边 要是看趋势的话 应该是在这边 找一个买入点 如果价格到大概这个区域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虑一个买入点 大概呃到这个 这一点也就是这个支撑位 所以等价格在这边呃下滑曲线测试到我们这个 这个顶 然后到我们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大家其实可以找一个买入点 呃没有公群 那个号是大家就是呃 参就是上课的一些小伙伴 不是公共群号 就是里面会分析呃群里面也有很多常做交易的一些爱好者和呃一些很厉害的一些朋友 然后可以大家多多交流嘛 但是大概率黄金啊 如果我们用Elliott Wave的话 他其实是我其实是看看多黄金的觉得会涨到起码涨到这个这个阻力位 但是可以等他回调到这个呃这个区域的时候再做一个买入的交易 嗯 这个应该是黄金是在一个三角形 如果我们找一下有没有这个 这个回调 给大家看一下可以会找到 ok这个我们如果用那个Elliott那个理论的话 这个其实是1 2 3 4 然后5 对吗 然后这是调整 然后我们的A B C A B C D 我们等他突不突破他可能会回调一点然后就突破了 如果是用Elliott 理论的话你看我刚刚我那时候说过就是 第一第一第一波浪回撤回到61.8 第二波浪回撤回到38.2 对吗 然后第三是我们的一个 拓展线 大概率会在我们的 对吗 这是这边 这是这边 哦 二的话 哎 不好意思 回撤不了 摆不了 这个改不了 没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其实是大概它的那个 微测点其实是大概百分之 这个第三个这个其实是常常看到不稳 我再画一个好了 第五波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说法 但是我们按照的老师参考的书籍上面写的 其实261.8 但是刚刚就是可能出现点问题不能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波就是在61.8 第二波在38.2 然后第五波网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有些说是161.8 有些说是 所以这个是第五波其实是不确定的 但是如果是要做比较保险的话 就是可以做一个短线 就是知道这个是趋势是往上 做一个稍微跟这个一样点的这个交易 对吗 可以是可以做比较保险的一个 然后这个如果是回调的话 回调不一定是很小短线 可能是长像这样子 像一个三角形ABCDE 然后在第一这个波 就是我们就知道它大概率是会往上跳 如果是做交易的话 也就是这个的话 是不是很相似 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点其实就是一个买进 然后趋势扭转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可以买到这个第五 可以吗 我辛苦了还没有结束呢 笑笑就要走了 是不是大家这个太难了 是是太难了吗 尽量有找趋势做交易 但是就是可以帮助大家的是做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Elliott Wave用来做趋势判断还是比较正确 就是有时候在中山很形象 还有一点老师自己做交易的时候 喜欢看强异指数有没有背离 还是说有没有背离 因为背离还蛮好用的 就比方说这边其实是望下的一个趋势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下面其实是相同 如果是确认背离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是一样的趋势判断的话 就可以三浪和五浪怎么区分 就是一个是望上一个是望下 不一定哪个波浪比较大 但是周则是ABC就是回调的这个趋势 大概率会形成一个 大家会看到一个图表的一个形状 像三角形或者双顶或者头肩顶 这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是大概率 因为它是一个转势嘛 它是一个趋势的扭转 所以如果是望上趋势 然后扭转大概率可以找到一个回调情况 对吗 然后如果是找到回调情况 找到一个形状的时候 前面那个肯定是波浪 或者是当大家看到一个回调是61.8 第二次回调在38.2的时候 这个要比较敏感就是长画图的比较容易看到说这个是36.8 31.8然后38.2 如果不长画图真的是比较困难 还是比较容易用费波纳奇或者图形来做一个 对讲讲RSI是RSI讲的是relatively strength index 中文是相对强弱指数 相对强弱 以前其实有讲过了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把逻辑上是讲 把这个K线也就是这个价位把它平面化 然后变成一个100度的一个图表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曲形 然后它的那个市场结构是怎么样 比如说在这个在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都在买对吗 上升趋势其实很强 然后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RSI相对强硬指数 其实已经在超买的情况 如果在比较靠靠极端的时候是一个超买的情况 如果在低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点 就是一个超卖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从这个可以判别说市场心理 就是这个商品或者这个货币 对在市场交易的情况是在超买还是超卖的情况 当然心理学是说如果是在超卖的情况 大家就觉得那个价格是比较低 然后就会有回调 就会有买进的一个趋势 或者一个趋势的扭转 所以这就是怎么用相对强硬指数 也就是RSI 可以吗 可以听懂吗 还是又被我搞混 还是我中文不太好 讲的是不是没有这么清楚 所以我喜欢用RSI是找偏离值 因为偏离值可以确认 就是因为市场在超卖的情况上 趋势扭转通常会在一个低 第二个低里面 就是市场会重新测试一下才会重新做一个扭转的趋势 所以像这种比较小的一些趋势 就这个市场其实在更低 就是已经在卖 然后卖对吗 但是我们看到相对强硬指数在同一条线的时候 就知道市场其实是想翻设 想办法回苏来回调来买 周期 其实我都有 我比较喜欢15分钟 因为我没有什么耐心 然后我不是那种睡觉的时候还会让交易就是继续进行下去 除非是比较稳的啦 但是通常我会15分钟 然后我会用我有教过你们怎么做 通常我是比如说像 这个对吗 可以在 会找 比如说在这个图像15分钟的时候 我会首先看这个费波拿奇到哪一点 这个大概是1.27 当在1.27.2的时候 在这个费波拿奇指数 会有一个回调 它会在一个超迈的一个情况 然后会有个回调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这样子 对吗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harmonic pattern 不让你们就是 在这个图表 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价位 可以画一下给大家 它其实会有一个回调的一个市场心理学分析 这是纯技术 跟那个基础层面没有关系 这是纯技术 如果基础层面说它继续往下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进行这个交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如果关注到这一点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望上的一个情况 就是望上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支撑位 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 这是个阻力位 本来是支撑位 在这个这边的时候 再是支撑位 变成阻力位 市场到这个level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 做多 然后在最低点的时候 做多 当然也要放一个止损 因为 这个交易还是会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跌的 然后如果是会做一个相应止损 然后我会做一个买入 然后到这个阻力位 支撑位挂单吗 还是期问后再买 我会找 就是像刚刚找自己本身 我的风格是 我喜欢看就是RSI 有没有偏离值再进去 因为如果有偏离值 其实还比较稳 像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出现偏离了 就是这个RSI指数 它其实是往上趋势 对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 显示的是往下的一个情况 偏离值已经发生了 也就是说 它其实在预示着市场有上升的一个改 扭转偏离值是一个扭转 就是一个改变趋势的一个征兆 我们说Change of trends 当然它也有概率说不发生 因为我们现在欧元大概是往下的 当然它也可能不发生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看到这个 我是会做一个相对的人 偏离值指数 这个不一定 还可以测试 但是我们用的是21 21是因为它是一个平均指数 其实就是一个月平均指数 21是比较 就是如果要细分的话 如果是真的要很准很准的话 其实要每一个图表在不同的周期 不同的图表上面测试 就是你要回调 就是说看其他前面 前面比如说这个情况 有没有偏离值 然后在这个图表说 这个时间你要一个一个测试 说它符不符合这个图表 因为每个图表心理学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 它还是会进行一些调整的 所以如果这样测试会很累 但是所以我只是就是直接用大概21 有些人用25 21 25 23都有 然后就是看到只要找到 我只要找到说有偏离值 我大概率会进行个策略 但是我也知道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策略 它可能还是会跌到下一个 就是费波纳奇组合那边 如果这个交易失败 那我就会重点关系 关系它下一个支撑位 也就是16 1.8 大概率它的偏离值会在那边失效 可以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希望我讲的大家能听懂 我其实挺担心 就是自己中文不好 然后讲了一大堆 大家没有听懂 然后自己在做交易的时候 如果我是比较勤 做交易的时候 我是会一个一个这样找 就是有没有它 像刚刚那样子的一个setup 如果每一个都画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如果要画也可以 就是画那个Elliott Wave也可以 就这个比如说肯定会有一个 因为我常看嘛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61.8 看这个就是61.8 但是大家如果在自己在做交易 就是不常画图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难找 这个肯定是38.2 这个就是38.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很明显的一个 就是这就是一个起头嘛 如果是常常画 就常常应用这个手法的人 其实是比较容易找到它的趋势 就是3对吗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个就是A 回调B 然后C 它的C就很长 但是当然这个没有一个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这一点 其实在这个5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 很像一个双肩顶的一个情况呢 通常在5这边 我就会关注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曲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不是很接近一个双顶 然后价位就会做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 对吗 或者可以在这个 这个是5分钟 我们可以在1分钟 在小的图里面 再找菲伯纳奇指数 等一下 1分钟比较好 怎么找这个最高点在哪里呢 就可以用刚刚我的手法 就比如说这样子对吗 然后在1.2 你看 准准在1.2 对吗 然后我再做一个 菲伯纳奇扩展线 这边在 大概是 应该不是这个 大家有没有被我又搞混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提问 我是 就是你看 菲伯纳奇这个 然后在这边 再画一个 大概在 所以如果 当价位在这个的时候 在 这边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 就是 它的 负27点 这个是 大概在这边 它回调的一个 地方 的区域 是这边 当然这 当然我们知道 这边已经回调了 就是我们回放的时候 知道这边已经回调 对吗 但是它的区域 就是在这边 会有个回调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边 也可以进行一个 相对的一个 交易说法 如何判断 走势区域 走 明天再好好看 对 趋势走完 Eliot Wave 是一个手法来的 像刚刚老师那样 找的时候 然后在最后 这个第三到四的时候 做一个 费波那契 重合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是可行的 当然它不可能 百分之百正确 像那个 澳币对美币 还有 纽币对美币的时候 它不可能 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大概率 在这个区域 可以判断出 它是可能 做一个 回调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 像老师说的 可以用相对强硬指数 找偏离 在这个位置 对吗 在这个高这边 然后还有这边 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个偏离情况 在我实践 做交易的情况中 偏离值的可信度 高达百分之七十 它不可信的情况是 如果时间周期 调过过场 就比如说 它这个交易太慢了 然后它市场心理学 没办法符合 它这个偏离情况 然后它可能就没实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情况 市场是在同样的价位 但是在这边 RSI指数 其实出现偏离情况 对吗 然后它就 它就扭转趋势了 所以这个 其实在这种情况 就实战分析情况 它是一个 费波纳契重合 然后有个配离值 大概率在这个区域 是会有一个回调 然后我们也看到 从在这个区域 是做空一个 很好的一个入点 然后如果大家 一直在做空的话 就是把止损 放到这个 就是零 零的情况下 可以一直持续 就是保持一个交易 然后像刚刚说的 可以交易到 浪四这边 做收益点 对吗 所以如果分辨出 这是一二三四 然后这边 就可以做一个止盈点 然后价位 就会在这里徘徊 需久 然后再继续做交易 有没有问题 要打上面趋势 要看看突破吗 哇 已经九点半 OK 黄金啊 黄金是在三角形里面 可以找趋势 刚刚有画过趋势图 对吧 大概率是会往上 老师的判断是会往上 已经突破了 起码会到这个价位 但是已经错过最后买入点 如果是用那个 刚刚那个浪别分析啊 其实在这个第三点 就可以买入了 对吗 然后做一个不错的一个 交易点 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支撑位 可以看到之前 价格也是在这边做出相对的调整 然后在这个区域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支撑位 大概率会到这一点 然后如果突破这一点的话 会到我们下一个收益位 也就是这边 是做多 所以大家如果是做黄金的话 可以考虑 就是他如果回调的话 可以考虑入多 但是大概率 因为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半嘛 伦敦市场 纽约市场刚刚开 大概率会直接冲上去 嗯哼 就是大概率会直接 不会回调 除非在这个曲线上面 如果大家要找一个买入点的话 可以等他重新测试这个下滑曲线 然后找一个买入点 如果是要做的话 今天就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了 大家有啥问题吗